欢迎收看8月2日的采定Espress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总社会经济研究中心执行董事李新玉认为 在等待六周选举结果之际 各项政策还存有不确定性 加上已经削弱基数效应的内需正常化 以及生活成本高昂等因素发酵 经济的健康成长已然面对了冲击 李新玉说 之前看到的强劲消费支出可能不会再次出现 根据该机构的数据 受通胀率高生活费等影响 消费支出已经恢复正常 冠病疫情过后出现的报复性消费也已经消退 他进一步指出 预计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在未来数季内持续放缓 2023年经济成长预计将从2022年的8.7%减缓到4.5% 财富杂志公布2023年世界500强排行榜 毫无意外的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连续第10年成为全球最大公司 而大马唯一上榜的公司是国家石油 排名从216月升至139 在这份已收入排名的榜单中 国有的营业收入高达853亿6540万美元 利润则是209亿9930万美元 今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约为41兆美元 按年上涨8.4% 不过受全球经济下行影响 上榜公司的净利总和按年减少6.5% 约为2.9兆美元 两天前市场盛传 新加坡大东方控股正在下购大马银行 Mbang的保险联营公司 而这项消息终于获得了证实 大马银行星期一晚上发布文告说 该公司确定正在和大东方控股 就MAT Life保险和MAT Life伊斯兰保险的脱收计划 展开初步的恰商 不过目前还无法确定 双方是否会达成任何的协议 这两家保险公司是大马银行和美国大都会受险公司 在2014年设立的联营公司 据传估值最高可达3亿美元 新闻结束之前 欢迎您订阅摆格 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再会 签购无懈可及的Ubis98商业配套 现在每月只需付50令吉 即可享有急速的5G数据 1000GB Ultra Hotspot 5G 还可获得免费两部5G智能手机 现在就签购五条主线的Ubis98配套吧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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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